大家早晨 樓價季租金高是長期以來困擾香港市民的一個大的民生問題 所以本屆政府上任之後過去那四年大力增加土地供應 沒有地就沒有樓 我們要解決住屋問題必須增加供應 因此我們在過去那幾年 除了做一些短期的土地供應工作之外 還在香港各處 主要是新界的地方 尋找一些中長期的大規模的土地供應 在做這些工作的時候 特區政府確實是碰到一些當地居民和地區勢力的反對 但是我們仍然而上 做這些工作和其他的社會發展工作一樣 我們不是為了社會上某些階層 某些行業或者某些地區人次來做 是為了全港市民做的 大家看到在過去那四年 特區政府確實是迎難而上 增加土地供應 而土地供應的增加在市場那裡 大家是感覺到的 因此樓價和租金在過去一年有所回落 亞太地區的樓價是繼續上升的 但是香港是回落的 特區政府會繼續做好這方面的工作 我們其中一個開發的地方 就是為了增加工營 房屋供應 來滿足基層市民上樓的需求 就是橫洲 橫洲這個地方 我們的計劃是做1萬7千個單位 這個1萬7千個單位的目標是沒有變的 房委會的委員也是知道的 現在第一期做的4千個單位 我們是本住一貫的先移後難的方式來做 意思就是說我們有4千個單位的地 可以盡快動工 我們不會等到後面那1萬3個單位才做 我們起到4千個單位 就可以讓4千戶輪候上公屋的家庭上樓 這個房委會的委員也是知道的 所以昨天房委會黃遠輝委員 他回答新聞界提問的時候 他都能夠很清楚地說出這個事實和背景 絕對不存在 因為特區政府或者房委會和地區某些勢力 甚至有人形容是黑勢力或者惡勢力妥協 我們現在的工作目標仍然是1萬7個單位 我經常呼籲希望地區人士 能夠支持配合特區政府 增加土地供應增加房屋供應的工作 有人說在土地或者其他一些新界問題上 存在一些什麼官商鄉黑的合作 我可以很清楚跟大家說 特區政府不會和任何黑勢力或者惡勢力合作 我們亦都不會和黑勢力和惡勢力妥協的 因此警方過去幾天在新界大力掃蕩黑社會的活動 以及其他的非法活動 我剛剛擇成警務處長加強這方面的工作 我亦都希望社會各界人士各地區的人士 尤其是新界的居民能夠支持警方方面的工作 能夠向警方舉報任何和土地有關 或者和土地無關的一些非法活動 尤其是涉及黑社會的活動 特區政府是硬正的 在這方面我們打擊黑社會的活動絕不受緣 治安在香港一直以來的情況是相當好的 但是如果我們在香港有某些地區 有治安問題尤其是涉及有組織的犯罪行為 包括黑社會的問題 我和特區政府一定會絕不受緣地去打擊素黨 我想說一首禮拜一旦 如果有橫洲那裏是否留意新界的鄉親的勢力 甚至不是香港的反對 所以才知國務局 其實一向和委會都未公開過 為甚麼當初由橫洲的大會 變成先百至四千個大會 究竟甚麼時候會公開報告的原因 橫洲這個地方基本上有兩種土地 一種就是一些所謂的棕地 包括露天的倉儲用途 有很多現在已經在使用 它在社會上有一定的社會功能的用途 我們需要將它搬遷才能夠使用 亦都有一些環境保護的問題 大家知道橫洲那裏是一個工業村的 我們設計公屋的時候 即使它是公屋 我們都必須考慮到環境保護的因素 凡此種種 我們認為有四千個可以做先 我們就做了它 有四千戶能夠先上樓 都還是好事來的 所以我們做這個規劃的工作 跟我們做一般的房屋發展的規劃工作是一樣的 另一種土地就是已經破壞的陸地 已經破壞的陸地 所以這個不存在說 我們在中地和陸地之間是誰先行 而只不過在我們考慮到綜合的因素之後 在房委會下樓到綜合的因素之後 它以為四千的單位 我們先做就先做四千的單位 我們絕對沒有放棄到後面那萬三的單位 也都絕對不是因為有任何的地方勢力 令到我們放棄這萬三的單位 在其他的地方 我們都碰到種種的阻力 但是大家都是繼續迎難而上的 大家記得當年新界東北發展計劃做諮詢的時候 各種場面 甚至有人向陳茂波局長 訂一個裝滿水的水準 但是過去那四年我們不斷做工作 現在呢 新界東北在一個新的發展區 我們交第一條鑰匙 去被第一伙人家搬上樓已經在忙了 所以這些工作會繼續做 當然我們都要面對 有些時候我們做一些改劃工作的時候 將一些原來非住宅用地 改造住宅用地 碰到譬如說有人 包括有學生 去法庭那裏提出司法覆核 令到我們的工作是受阻炎的 凡此種種 凡此種種 我們會繼續迎難而上 不值得評論 大家心中有數的 請問一下立法會 如果拉招的情況可能會存続 對香港的會面的緊急 可能是 還是政府怎樣可以做 特區政府和社會大眾 對拉布的危害是清楚的 所以這次選舉之後 有一批過去在立法會經常拉布的議員 不再是立法會的議員 我希望新當選立法會議員 不要在立法會那裏 拉布或者參加拉布的工作 過去那幾年大家看到拉布的影響是甚麼呢 醫生鑽合條例修訂組案 香港都很少有 每一張報紙的社論都支持的 但是因為一位議員拉布 少數議員姑息 就造成這條為及全港市民 為及病人的修例的工作 是不能夠及時完成 特區政府沒有放棄 但是上次的工作不能夠及時完成 這是民生方面的一個危害 四年前我們委託上屆的特區政府 在當選未上任的時候 要求立法會通過政府總部的改組 包括成立文化局成立創新及科技局 因為拉布 令到我們的創新及科技局的成立 是延遲了三四年的時間 文化局到今天都不能夠成立 這個對我們的經濟發展是有危害的 所以現在國際社會都留意到這件事 無論目的它因為拉布 而調低香港的評級 本身有沒有道理 都說明拉布這件事在國際社會上 是引起負面的影響的 多謝大家